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善知识 大家平安喜悦 本单元我们来一起讨论真道学的内文 现在请大家看讲义第九页 我先把《真体章》第一节的真文念一遍 妙在真道 至尊至圣 大哉真体 至选至庙 无极一真 灵敏战绝 有无相生 真空妙有 自然无为 忠道实相 不可思议 其为自信 幸而耶知 自信真体 《鸿蒙未叛 灵根法源》 我们在未来的内文讨论里面 基本上我们分为三个部分 在每一个章节的开端 我们有嫌疑 也就是先来了解一下 本章节的大意 正是进到真文以后 我们会有书文跟超文 关于这方面 我们在之前的戏源里面 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现在请大家看讲义第十页 《真体章》第一 第一节 《弦义》 请看内文 本《真体章》演义 自信真体 真实不虚之真道 这一季 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 我们从这里开始 也就是开始要来详细讨论 自信真体 真实不虚之真道 再请看下文 本节演义 妙占无人 自信真实不虚之真道 占约 妙哉真道 至尊至圣 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章 这一节里面 要详细的来 为我们说明 在真文的第一句 所谓妙哉真道 至尊至圣 在下面 也要详细的来 做演义说明 再请看下文 真道之真体 是万物的本源 万灵的尊宰 顾占约 大哉真体 自选自妙 这个就是 我们真文 开宗明义 世纪记的后两季 就是赞叹 我们每一个人 自信真体的 玄妙 再请看下文 无人自信真体 玄妙灵光之能量体 此乃人类万教 同根同源之一本道体 这一段为我们说明 就是接下来在超文里面 要详细的来 要详细的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人类 每一个人的自信真体 它是一个 玄妙灵光的能量体 这也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到的 就是我们人类 万教 同根同源之一本道体 再请看下文 自信真体 心愿战己 性海 虚灵 气 记忆理 无体 肢体 明月 无极 一鸣一针 这一季就告诉我们 自信真体 在未来 我们在超文里面 要详细的来讨论 所谓的心愿战己 信海 西灵 气济一礼 这些呢 都是五体之体啊 圣圣的妙礼 我们称它为无极 又叫做一针 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 在超文里面 要详细的来说明的 再请看下文 自信真体 无极一针 真理啊 就是 所谓的灵敏洞策 占己长恒 绝代圆龙 这是在真文里面的第二段 也就是 第二个世纪记里面 所为我们详细说明的 好 再请看下文 自信真体 要详细说明的 要详细说明的 让大家呢 真正的了解 生命宇宙的造化 以及天地万物的 掌描 它的根源 它的根源啊 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真体 再请看下文 真体 它是属于忠道实相 它是属于忠道实相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人类啊 每一个人的自信呢 本来就是清静的信空 正是自信啊 清静的信空的 而能生万法 万法是属于相有 这也就是我们 在这一章节里面啊 要详细为大家说明的地方 再请看一下吧 自信之信而耶智者 乃我自信真体 华尔如是 非做得亦非属他故 自信啊 所谓的信而耶智 我们称为自信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信真体 华尔如是 也就是本来如此 不是做得亦非属他故 用简单的话来讲 他就是自然而然 自然既足的 这详细呢 在后面的抄文里面啊 要来详细说明 再请看一下 红蒙未叛 自信真体 如鲁 无己未造 真体在先 太己未分 自信先游 这些名词啊 对大家来讲 可能比较生疏 因为这些呢 都是在告知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真体啊 是在你还没有动念头以前 本来就记住 所以这些名项啊 就是我们 接下来下面啊 要一一的来详细呢 为大家说明的地方 再请看一下吧 故自信真体者 乃是灵根主源 万法穷源 一极生命以宙 万灵的真宰 天地万物 造物的主宰 所以我们有以上啊 能够充分的来讨论 来让大家呢 明了通胆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的自信真体 就是灵根主源 也是万法的穷源 也就是我们 常常在讨论的 它是生命宇宙啊 的真相 所以万灵的主宰 天地万物呢 造物的主宰 就是在 接下来的 超文里面啊 会详细的来 为大家说明 那以上呢 也是弦意 我们就是很 概类的 把这个章节的大意啊 先告知大家 那么详细的呢 当然是要进到 真文里面啊 尤其是在 超文里面呢 我们再来详细的 为大家说明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就进入啊 就进入啊 真文 庙在真道 自尊自圣 大在真体 自选自庙 这世纪呢 就是晚学 竹心呢 在读圣贤书 学圣贤道 在卢士道里面啊 体悟的真理 也就是我们 所有人类啊 大家本来 记住的 自心真体 我们发现呢 在卢士道里面啊 都有这样的 阐述说明 那么从 这世纪记里面 我们可以 真正体悟到 卢士道 三教的 同根同源 一本道题 这个从我们 真道学 简介的 说明里面 以及 我们真道学的 戏言里面啊 都可以了解到 我们在前面啊 都有做 概略的说明 当然 在接下来的 这个 念文里面啊 也就是在 插文里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 并且一一的 来做说明 让所有有缘人啊 都能够 在这一会里面啊 真正的明了通达 而了解你的 自心 真体 也就是你的自心 是一个灵体 这个灵体呢 才是真正 属于 您的主人 它 蕴藏着 无量的 正向能量 那么借这一会呢 我们一定啊 可以把它启动 启发你自性 灵体的 正向能量啊 能够 起之不尽 用之不绝 应用在生活里面啊 必然可以让 大家呢 事事顺遂啊 心想事成 这个就是 真道学啊 希望带给 全人类啊 能够过着 幸福的人生 更能够进一步呢 带来 人类的和平 这个在前面啊 我们 都有详细的说明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大家看 下一段的书文 妙哉真道 至尊至圣者 造化生命宇宙 掌养天地万物 知大主宰 乃无人自心 真实不虚知真道 故 暂曰妙哉真道 至尊至圣事也 这一段书文呢 就是来说明 以上这四季纪啊 的大意 我们在此呢 也是概列的 做说明 详细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 超文里面啊 再来为大家 详细讲解 这一段呢 告诉我们 生命宇宙啊 的造化 就是 您的自心 真体 天地万物呢 出现了以后啊 靠水来掌养呢 还是靠 你的自心 真体 所以呢 我们的自心 真体啊 它才是真正的 一个真道 所以它是属于 自尊 自圣啊 我们 真道学呢 开宗明义啊 就妙战 妙战啊 这个真道 也就是你自心 真体啊 真实不虚的真道 它是属于 自尊 自圣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大在真体 自选 自妙者 万物的本源 万灵之 真宰者 乃自信 真道 之道体 是以神妙莫测 变化 无穷 故 战约 大在真体 自选 自妙 是也 那接下来 这一段呢 就是 说明啊 大在真体 自选 自妙 也就是 我们 所有人类 大家本然 记住的 自心 真体 它是 极为 玄妙的 所以呢 这种 神妙莫测 变化 无穷 我们在 下面的 超文 会详细的来 为大家 说明 再请看下文 真体者 乃无人 自心 玄妙 灵光 之性 德 灵体 实乃天下人类 万民万教 同根 同源 之一本 道体 从 前面 的 说明 我们 大家都可以了解 我们 每一个人的 自心 身体 它是 玄妙 灵光 的 性 德 灵体 我们 常常 讲到 自性 的 性 德 是 每一个人 都 记住的 所以这里 告诉我们 如果能够从 我们 自性 的 性 德 灵体 来看 其实天下 所有的人类 都是 相同的 无论你是 出生在哪一个 国家 你信的是 哪一种 宗教 其实 我们 自心 本际的 性 德 灵体 都是 相同 和平等的 所以 我们这里 就提到 它是 万民万教 同根 同源 之一本 道体 当然 这些详细 就是 接下来 我们即将 要说明的 地方 好 请看 下一段的 讲义 妙哉 真道 自尊 自圣 请看 抄文 妙哉 真道 自尊 自圣 者 乃妙 占 无人 自心 是造化 生命宇宙 掌养 天地万物 之大主宰 如是 真实 不须 之道 称曰 真道 是也 故 赞曰 妙哉 真道 自尊 自圣 此乃赞美 崇尚 自信 自尊 之位 敬重 自信 自圣 之德 从 这里开始 我们 要来详细的 讲解 这一段 这一段的 抄文 就是 要来为我们 详细说明 所谓 妙哉 真道 自尊 自圣的 真实意 真文 开宗明义 这两句 所谓 妙哉 真道 自尊 自圣 就是 妙哉 我们每一个人 自信 的 真体 它是 造化 生命宇宙 掌养 天地万物的 大主宅 换句话说 这个生命 从哪里来的 那这个宇宙 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 您 的自信 变现出来的 离开你的 自信 没有生命 更没有 宇宙 那我们呢 我们的心 寄足啊 生命出现了 宇宙呢 也现前了 那要 延续下去啊 所以呢 这个叫 长养 好像 妈妈把 孩子 生下来了 那接下来要 养溢它 要教育它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天地万物的 长养 还是在我们 每一个人类的 自信 真体 所以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 自信 真体 它就是生命宇宙啊 天地万物的 大主宅 是完全百分之百 由它来 主宰一切 所以接下来 告诉我们 如是真实 不惜之道 这个道呢 就是真理 这个真实 不惜的真理 我们就称它为 真道 所以我们 大家呢 都在讨论 真道学 真道学 到底这个真道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上呢 我们 简单说明的 这个真理啊 就是真道 所以 如是啊 万般殊胜的 道理 我们称它为真道 那我们在 体悟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非常赞叹 而称为 妙哉真道啊 至尊至圣 这个至尊至圣呢 就是赞美 我们崇尚至心啊 至尊之位 换句话说 你从真道学里面 体悟到真道的 真理 你才能了解 您的自心啊 是如是的 至尊 具有这样的地位 而你崇尚它 赞美它 所以我们称为 至尊 而你了解 你的自心真体 你敬重 您的自性 是如是的 至圣之德 所以呢 开宗明义啊 就是所谓的 妙哉真道啊 至尊至圣啊 这个字呢 就是到了极处 它的尊 以圣啊 达到了登峰造级 叫至尊至圣啊 那是赞叹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 也就是说 我们真道学 希望禀告于天下 让天下所有的人类 都能够反观自心 了解自心的真体 是如是的 尊 如是的圣 而每一个人 都能够赞叹 自心 真体的 自尊 自圣 是你的内心 赞叹 你的内心 不是赞叹 外面的他神 所以这一句呢 非常的重要啊 开宗明义呢 就如是清楚的 告诉我们 所以啊 我们 了解以后啊 一切要 内求于自心 不要外求于他神 我们在前面啊 都讲得很清楚 外求他神呢 非常容易落入迷信 乃至呢 落入怪力乱神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下一段文 无论 无论自心 我们的真道 是自尊 自圣啊 那这个 真道呢 必然有一个本体 这个本体呢 就叫做真体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 灵体 我们自心啊 本来记住的一个灵体 这个灵体呢 才是真实的作用 所以它是万物的本源 万灵的主宰 那这个真体啊 是神妙莫测 变化无求 我们看到 这个宇宙里面呢 有很多圣者 它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正是因为他们呢 经过真理的开采 已经开采到自心的真体 所以它能够记住 神妙莫测而变化无求 可是这里要禀告于天下 所有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心真体 这个真体呢 百分之百记住 神妙莫测 变化无穷的功能 也就是有它的 真实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在真理啊 一开端呢 就赞叹 真道的本体 也就是真体 它是自选自妙 所以 世纪记呢 就是妙在真道啊 自尊自圣 大在真体 自选自妙 这世纪啊 这世纪啊 其实都是 具体的在 告知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 自心真体 就是如是的 自尊自圣啊 自悬自妙 刚刚我们也提到 自尊自圣呢 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个真理呢 的本体就叫做真体 也就是你自心心性的灵体 它是 神妙莫测 变化无穷 所以呢 它记住啊 玄妙呢 是 到了极处 所以 以自然 来表达 它的玄妙啊 是登峰造极的 所以我们一定呢 了解了这些真理以后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 从自心里面去念求 我们决定不会 再去心外呢 他求 而落入民心 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正法 真理的一个分界点 我们在真道学里面啊 开宗明义呢 就如是的 把真理 告诸于天下了 好 我们这个单元啊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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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